所以你们要赶我走吗 苏妖打钱的速度很快 钱到账的时候 孟晚也刚好在太阳落山前顺利找到了孟家 刚准备敲门的时候 正好有人出来 抱歉 没吓到你吧 没事 我打算敲门来着 你是来找谁的 你是要出门吗 是的 我要出去做兼职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大概率是你妹妹 新的那种 孟晚的语气算是真挚 但却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什么 支离你还没走吗 上班之前记得先去拿药 别忘记了 李屋传来一个女声 两人都朝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好的 我知道了 此时一位穿着朴素的女人 也已经走到了房间门口 你好 你好 小姑娘你是来找谁的 这里晚上不太安全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孟之意 不对 现在是唐之意了 他没和你们说我们的事情吗 之意 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两人眼里都闪过一丝的失望 简单来讲 我大概率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们俩被抱错了 他认阻归宗 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搬出来了 其他的 进去再说吧 好 好 请进 请进 屋内三人相对而做 却多少有些尴尬 你不是要出门吗 刚和经理请假了 不去拿药了吗 明天去也可以 孟晚点点头 三人陷入了沉默 看清理有些不自在地戳了戳手 孟晚还是率先打破了这干大的场面 你们没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和爸爸他们通过电话了 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 你 你吃饭了吗 家里没什么菜 你喜欢什么 我去买 您叫我晚晚就行 我不挑食 没关系 此时门口传来动静 三人同时看向门外 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西装 身后跟着两个个子高高的男子 你们好 我叫唐 孟 孟晚 你们的亲生女儿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做个亲子鉴定 事情我已经了解了 我是你父亲孟伯琴 你好 我是老大孟之远 我是二哥 孟之里 他和我是双胞胎 也是你三哥 孟之连 他是最小的 大名孟之遥 小名遥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孟之里旁边突然出现一个男孩 男孩紧抿着唇 低着头 一只手紧紧攥着孟之里的衣角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是的 打车的钱还没还你 那天过后联系不到你 我又出国了 抱歉 没事 本来也说了不用还 这是怎么回事 支援 你和婉婉认识 也不算认识 我那天和朋友聚会 临时出的门 没发现手机没电了 本来是想走回去的 半路遇到大哥 说后面有人跟着我 让我小心些 然后帮我打了车 孟晚这声大哥叫得理所应当 几人一时也没发现窗户上的改变 是 我那天刚好兼职完要回学校 刚好遇到 孟之远没有多说 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 因为当时他想的是 如果是他妹妹在这里 一定会很害怕 想到这里 孟之远眼里也带上了一丝失望 婉婉刚回来 肯定会有些不习惯 饭已经做好了 先吃饭吧 难得一家人可以一起坐下吃饭 等吃完饭 我再把房间给婉婉收拾一下 秦姨起身 脸上挂着笑 而其他几人却还是紧抿着唇 知道自己丈夫有话说的情谊 默默收起了有些僵硬的笑 婉婉对不起 十八年来没有养育过你一点 如今破产了 却要你跟我们收补 把现在没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们家和唐家的落差比较大 这一点积蓄 你好好收着 孟虎说完 掏出一张银行卡递了过去 孟婉见状 将银行卡推回去 不用了 钱虽然不多 但是租个房子还是有的 我每个月也会按时打钱给你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里挺好的 你们要是不觉得我是累赘的话 我想留下来 你不会习惯的 孟婉挑眉 不知可否 抬眼看着他们的时候 甚至显得有些无辜 所以 你们要赶我走吗 不是 怎么会 爸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孟伯君转头 狠狠瞪了老三一眼 孟之连张着嘴 有种白口莫辩的无力感 最后抿了抿唇 将视线移到一旁 被孟婉这么一说 几人也不敢再说什么 让他出去住之类的话 原先只煮了三人份饭菜的情谊 和孟伯群两人到厨房去加些菜 客厅里就剩几个孩子 我晚点还要戒指赶肠 先走了 爸妈 不用煮我的份 老板包餐 好 若长小心 不要惹事 知道了 孟婉 我刚刚 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那 那就好 孟之连不自在地咳嗽两声 站在原地愣了几秒后 还呆呆地跑出了门 他没有恶意 就是不太会说话 孟婉忍着笑意 点了点头 其实这孟家还挺有趣 五个孩子养出五个性格 老大稳重 老二温和 老三傲娇 老五寡言 天生一个被惯坏的 我去给你收拾下房间 你先休息一下 平日里我们都不在家 大部分时间只有妈和小弟在 我的手机号 你存一下 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 好 孟婉掏出手机 记下了孟之远的号码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后 孟之远就进了其中一个房间 人一散开 原本狭窄的大厅变得空的 饭菜的香气充盈着这个不大的房间 顿了顿 孟婉也走向自己今后的皇天